我们看到老和尚 海行老和尚 恋佛不爱生活 生活不爱生活 我们老和尚 海行老法师 要过世的前一天还在佛里面干事 做事情一直做到晚上 这一天夜里 海行老和尚一脸多起来 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恋佛 一直念到早上往生走了 他平时从不折叠衣物 而走的这一天呢 房间里面的遗物折叠得非常整整齐齐在走的 所有的徒弟都很纳闷 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念佛 第二个就是仲天了 所以他念佛不爱生活 生活没有妨碍念佛 念佛是度众生 那相对仲天干佛也是在度众了 他仲天从不为其 也不为其他 最重要每个来试验的人 他总是拿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呢 让人们带回去 有年呢 刚好是我们地方闹汉宅 缺粮食 他没有想法 二话不说 就是把仓库打开了 全部的粮食都拿去救灾 正灾 是真正的将佛刻在心中了 将佛立刻在世上 表演真正的滑胀世界里面的最重要 行步不爱圆融 圆融不爱行步了 这就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海角老和尚跟郭乐匠都是念佛回去的 一个是有印证的 就是海线老和尚 一个就是关起门来 郭乐匠念佛 所以老和尚念佛成就 早就往生 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其他在苏果世界 多活几年来继续念中了 如今阿弥陀佛的任务完成了 所以我们期盼呢 回西方极乐世界 才是我们今日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呢 最后将房间整理整齐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什么 有密的哦 看似非常牺牲 平常 没有人在意的折叠衣服 其实是佛法最重要的表演 是大全四线 四线 我们真正的要离开地球了 在这个空间还给众生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来到人间 最重要的任务了 也期盼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呢 世界是幻化的 本来无一物 以前也违法 如梦幻炮 如露一如电 映坐如死观 所以呢 虽然我们学习戒法的 是不去做这个 决地的 但是因为毕竟像这个世代 是要从这个海鲜老后上 让我们学习到呢 其实生活才真正的佛法 有佛法绝对有办法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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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